南非南部城市 東倫敦的一間夜店 二十六號發生了一起離奇命案 有二十二名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被發現沉失在一間夜店裡 國家廣播公司報道 這些人可能是因為踩踏事故 造成了死亡 不過因為他們身上 並沒有明顯的開放性傷痕 所以還有待相驗確定 案發當時這一群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參加一項 慶祝學期考試結束的派對 南非當局在二十六號凌晨 接到了民眾報案之後 趕到案發現場 發現有人倒在桌上 有人躺握在椅子上 還有地板上 這些遺體看起來 並沒有明顯的外傷 東開埔省警察局長表示 需要等待進一步的調查 並且做毒物測試 以確定死因 東開埔酒局表示 酒館老闆的牌照 可能會被撤銷 也會因為向未成年出售酒類 而被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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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